哈喽大家好 我是比较少 大家好 我是金光松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种蟹中美人 红花蟹 红花蟹在所有的海鲜市场上 都非常常常见 非常非常普遍 但是我今天带来的红花蟹 它非常的不一样 可以用超级来形容 红花蟹一般是这样分规格 四两到六两 我们是属于小蟹的规格 一般就 那个价格比较便宜 对 三四十块 七两到九两 它是属于中蟹 价格是六七十块左右 那大蟹呢 就是说一斤到一斤半 它差不多价格是一百五到一百六左右 但是我今天带来的蟹 它不在鞭子之内 两斤多的红花蟹 你们见过吗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好恨的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配得上超级两个字吧 你不要说你长这么大没见过 我做厨师做了这么久 我真的有30年 生的这么大 我个头我还没看到 那这么大一只你多少钱买 它一斤算我两百三 那也不算贵 我这三只差不多将近七斤的一个重量 然后它给我就是打了个折 就是这三只一千五给我 师傅你拿一只称一下重量 两斤三 它这个学名就是叫秀斑巡 我来给你们散开看多大 什么行龙 就是这个一次我都能做几道餐 我们就原汁原味的来一道 还有一个家产来一道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芝士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们就安排了 这个是它的糕 这都是工的 它的水也很多 是吗 这个水等一下不要倒点 等一下放进去 这个水都是它的血 就是熬了 然后就煎了 放洋葱和姜片 把辣椒加一点点 好 再把花香 很好吃 再加点白糖 再加点盐吧 师傅你煮的好精紫哦 师傅先下块吧 这个肉确实是比较进食 这么大的花鞋肉是不错 我想起一句诗 左手瓷蟹熬 右手提酒壶 拍扶酒瓷中便足了一生 确实是有蟹有酒便是人生 煮一个蟹熬 来找事 卖弄 我有点吃不下去 因为小朋友们就盯在那边 盯着我他们跟狗狗在那里 你们要不要吃啊 要 我说我吃不下去吧 我跟表哥我们都觉得 还是不要让小朋友过多的出镜 不想让他们暴露在镜头下面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看着我们 我们也要将他们上桌 这个蟹整个口感我就说一下吧 就是非常紧实 然后很新鲜 也非常鲜美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日常去吃的话 没有必要去买这么大的 几两的就差不多 七两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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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